赢家看趋势 输家看涨跌 大家好我是成峰 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 趋势跟涨跌 其实成峰呢 每天都还是会看 没有说很少人 跳脱说我买进了 我每一天的涨跌 我都不在乎 但大方向是 如果你的心情会随着 涨跌而上下震动的话 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都还是以趋势为主 那我想请问大家 今天的台股创下 有台北股市以来 的一个高点 请问要崩盘了吗 有没有问过这句话 一直问自己 要崩盘了 要崩盘了 这个再喷 那台积电不到 那又被降频 疫情又这么严重 这么多讯息 在攻击你的想法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怎么领出一个头绪 回归到成峰一直 告诉大家的 大环境有没有改变 如果你看K线图 你看不出 什么样的一个大趋势 没有办法 这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看过去3月18号 我在TG上的贴文 白色的框框 错失了涨破万八的疯狂行情 万八到了吗 剩200多点 万八就到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3月18号 我告诉大家 联发科呢 他即将涨破1000元 请问一下1000元涨破了吗 也涨破了 最高来到1185的大关 这个也达成了 甚至当时布局的威震天下 钢铁股 有没有大涨 整个喷出 当时还在20几块 30元不到 现在已经来到六七十块了 这就是预言 这就是大环境 可是这一篇文章 是站在3月18号 告诉各位投资朋友的 今天我站在6月29号 我来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台北股市 到底涨些什么东西 大环境变了吗 最敏感的 高收益债的一个利率 这么垃圾的东西 投资人愿意 担这个风险去买进它 代表这些投资人 对于利率的一个敏感程度 很高啊 屡屡都要测试 市场上的一个底线 那现在这个市场 对于利率 有没有弹升 跟各位说 没有 这个是6月15号的一个 利率水准 5.31 昨天为止 5.18 进一步的往下探 利率有 利率这么重要的东西 请问一下 有弹升起来吗 完全都没有 现在正在 处于一个非常强烈的 多头 这个多头 凭什么 凭什么 我说这将士 这个台湾的高齿 还没收拾 还没停 看美国 各位 它就是龙头 你再怎么样不喜欢美国人 它就是经济的龙头 它扮演着火车头 带领这一干 咬到肉粽的 再往前进 请问一下 它的耐酒财 的一个年增率 有突然大幅度的衰退吗 没有 还创下 新高 66.2的年增率 多么吓人 去年5月份 那些都没有消费的 全部都出来了 全部都来买了 这就是 中端的需求 状况是非常好的 所以是有涨价空间的 所以当大家把这些大环境都了解了 利率也低 需求也旺盛 台股甚至创下挂牌以来新高 请问一下 崩盘了吗 所以昨天告诉大家 指数怎么维持 指数怎么稳定 一一的告诉大家 今天呢 当然最后是来 谁 来做一个 谈生 来做一个吻牌 台积电 台积电 还有1301的 台硕 都一并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1301的台座 最后呢 拉一个尾盘 拉上来 所以它目前呢 股价呢 在这个位置之上呢 我个人认为 前波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104元 很容易就过去了 很容易就过去了 油价呢 做个适度的一个回撤 慢慢慢慢 再继续往上推 我不是说油价不会跌 我从来没有说过 一定要做一个良性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大家常讲的涨多修正嘛 不杀杀 这些追在70几块 追在71块 追在72块的 这些奇货多单 不杀杀他们的锐气 紧一下喝谈哦 钱不好赚 所以台塑呢 会来 加上呢 南亚 当然南亚稍微稍微 弱势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很快 随便就站上去了 随便就站上季线了 所以它也不弱 它也不弱 所以今天的稳盘角色 大概就是台积电 拉动的一个点数呢 最多 再来就是实化相关 所以你会觉得说 啊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式 要再做多 好难啊 不会 不会难 但这个不会难的大前提是什么 绝对是要提早布局 你要看到这些数据 要很有感觉 消费这么猛 大家都在买 大家都在买 大家都好人 都在买东西 代表厂商有没有利润 有 所以一定要看在前面嘛 一定要告诉投资朋友 接下来到底要涨什么 你看今天的 我今天帮大家整理出来 直接拍起来 经济日报头条 裸金元涨不停 大摩上修环球金跟合金的目标价 这功能不太简单啊 我看到你去啊 我看到你过前高啊 我上调你的目标价 合情合理 所以永远都是行情在制造新闻 这样我也 很简单 我也可以下报格啊 我看到对一支突破前高 我也告诉你 我调高他的目标价啊 嗯 很合理 但有谁告诉你 600多块的一个环球金 是可以买 是可以报的 我想只有陈锋 是谁告诉你环球金呢 长线的外资早就在那边等了 当时为什么不上调环球金的目标价 因为我不让你知道嘛 我要让你在900块进场嘛 我要让你在过前高的时候进场嘛 那如果假设任何一档 我看好的过前高 爆大量呢 我就是要让你拉回 买进 我要把你套住嘛 空手套白狼 就把你套住 所以这是新闻不会告诉你的啦 来再来 联雅药 重挫25% 我曾经在上个礼拜五的中天 我就说了 这喷100倍我也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懂生物科技 我虽然知道这些发言人 他讲话的一个可信度 我感觉的出来 我感受的出来 但是药呢 不是我的专长 我怎么知道什么叫MRAN 我都不知道 我不是生物科技背景的分析师 我不知道 所以你要去买高端疫苗吗 我告诉你 就像这样子 昨天盘中 早就有人知道消息了 盘后呢 EUA 食药署就告诉你要补件 今天呢 开低走低 这个只是买盘都没有了 没人买买的啦 自己挖起来的啦 买盘空掉 自己就自己啦 所以 你现在高端 跟联雅药 好像觉得没机会 你们就去摸东洋了吗 就去摸 其他的生技股吗 就认为说 只要能够进口辉瑞 就能够把股价救起来吗 各位 不要这样的想法 生物科技 尤其是台湾的生技业 你去想想基亚 从基亚延伸到浩鼎 再延伸到中域 你就知道那个厉害关系了 你就知道那个厉害关系了 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派 什么派 可以研判的 这没有派可以研判啦 你就闪开就对了 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研判了 唯独的是一个大环境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生技股 真的厉害的人可以去买进 但这个呢 已经除非你有具备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生技股的敏锐度 或者是说对于这些研发出来新药 你知道这个作用 这个疗效在哪里 你可以买进 然后长期投资 至少一年以上 至少一年以上持有 不然很难在生技股呢 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加差 比较难 不容易啦 所以大环境生技当然我们团队把它秉除 可是在这一块原物料 我们不停的追踪 从六月中旬讲到现在 一直告诉大家 它是其中的一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能不能够延续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盘还没有大幅度的一个说 say goodbye 结束了 为什么 很少讲技术分析 我今天简单的提一下大盘就好了 各位 前面很多人都说 哇 股价呢 走高 创新高 RSI背离 那背离 它就再一次再往上拉 那目前RSI是78 各位你把书翻开来看 78高不高 不高 90以上才算高 80以上才算高 可是如果你过分的一直执着在这个数值 你很容易会在这里放空 你就会被咬到 再回归到最前面 请问一下大环境有变吗 没有嘛 这个RSI如果到80以上 请问一下有没有顿化 可以耶 顿化就是什么 真正高档强烈趋势来临 你会在这里放空 不管任何专家 只要在这里讲空的 会很痛苦啊 会异常的痛苦 因为指数就是这样 一直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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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第二次小来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 刚才跟你讲的 稍微有点小小的跳掉 跳动了一下 如果没有行情 铜 铜商会去买设备吗 所以我们进的唯一档原物料 这个线这个图都没有变 都化好好的 都化好好的 就是告诉你说 这种的打压 你不要太紧张 因为铜已经不再局限于 使用在电线电缆了 我今天把这个话又说了一半 我慢慢的会释放出来 为什么铜这么重要 而且重要到 已经不是 单纯做电线 高压电缆 或者是锋利发电 它已经不是在往这一块 作为主要的一个主流 所以我们进场 我们进场了 我们也提前告诉你了 对不对 价格关键的价格也缩了 也买了 买进去之后 也被套了 没错 公开讲就是被套 谁这么厉害 我没有这么厉害 每次铜里买在相对的一个绝对低点 没有 我办不到 我办不到 买在绝对低点 我肯定是办不到的 我肯定是办不到的 但是买在相对即将要发动的一个区域 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 可不可以 可以 1608华融 继1609大雅之后呢 团队再次的再来做这个原物料 所以我们在6月9号 买两层 关键价从27下修到25.5 那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样的一个抠讯 在6月21号行情完全全的发酵出来 从21跌破了我们的关键价位之后呢 经过我的研判 这一封即时关键的讯息 传到会员的手机里面 告诉他们续报 因为散单全部都卖出了 隔一天 我们来看一下隔一天的华融 我们来看一下1608 6月21就今天 这一天跌破了我们所谓的25.5的关键价 但乘峰的研判是洗盘 这个洗盘呢量这么少 没有人出到什么祸 续报之后呢 隔天涨停 在隔天的开高走低 我们还是报 报报 喷出涨停 今天再喷出再涨停 这样的一个节奏 各位投资朋友 你可曾想过 当危急的时候 你的分析师传了这一封关键的讯息 告诉你续报 你可曾想过 你可曾想过 所以你看这讯息排好好的就这样告诉你 昨天开盘的两分钟就告诉大家了 隔日冲不碍事 来救补没问题的 忍耐一下 18分锁掌停 就这样 开盘两分钟就告诉你隔日冲要来了 搞一搞搞一搞 再来了 很轻拉 再拉 锁住 10%送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一直到 尾盘 再也没有打开过了 请问一下这怎么追 你怎么买 你怎么敢买 不敢买 光是开高 6%以上你就不敢买了 你就不敢买了 怎么买下去 买了你会怕 多长久的关键又要出火了 你自己会选择自己 你报告今天 但是他也是开得高的 开7% 各位 开8% 小牛回来 打我 又塞起来 结果就开始害了 你完全没那个机会上车 就算你今天加入 你今天 陈锋 带你来进华容 我都没有十成十的把握 这难度太高 虽然最好华容也是收涨停 但是 你为什么要到这么慢 才加入台股在那家 你应该第一时间 看到陈锋在跟你邀约 你加入陈锋 你这个股票 就是你的 这样20% 20% 那个细微一两%就不要算了 就20%两根 棒棒 这个我没办法带大家上车了 今天才进来的 我没有办法 没那么厉害啦 半中就破断 说是不是出货 尤其是今天量还很大 量很大 量很大 这个还要盘后稍微判断一下 所以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 早早的加入 今天这档股票就是你的 所以你看连续两根 连续两根 跟你讲波动 收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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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链之后呢 礼拜天告诉你 收链了 礼拜一 涨停 礼拜二 涨停 礼拜三 要不要再来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啦 不清楚啦 这就是什么 趋势 这就是趋势 所以你再看一下 六月十六号 很多专家说 哇 中国在打压这些 要卖什么战备金属 没得到 卖在哪里 卖在哪里 所以 新闻 在混淆你们的视听 专家 在混淆你们的视听 你们无形之中 都被洗脑了 无形之中 都被 这些官方的 引导 所惊吓到 就像石油 石油从65块 当时我们讲的时候 还在大概约70块 接近70块 717273 这样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一再强调 中石化不会只有这样 那中石化 怎么这一次的 整理这么久 我用技术面跟大家说 各位过去 黑色框框框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最下面 这个红色的这个线呢 它就是所谓的RSI 相对强弱的一个指标 这个我会用 但没有很长 没有很长 可是我还是在 关键时刻 会把它叫出来 看一下 各位 中石化呢 过去呢 只要RSI 修正到50附近左右呢 这个调整就结束了 就这样一路上去 直到它在高档的时候 大约80几的时候呢 会再次的进行修正 也就是第二个 黑色的框框 各位看到RSI 的这样的一个 读数 这样的一个指标呢 已经来到了 大概将近80多以上 所以当时呢 中石化的一个价格 在16块 快要接近17块 然后之后再一路再往下 所以目前 中石化的整理 已经来到末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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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是我跟大家所说的 波动已经收敛到最尾端了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没错 就是你想了这样 就是你想了这样 所以中石化 我仍然看好 我持续看好 持续看好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趋势 不会是只有一个 9块到17块 然后呢 跌停11块 再到14.75 就结束 没有 更何况 刚刚我在节目最前面讲到的 1301的台塑 拉尾盘 在下午大概 大概是12点多的时候呢 1301的台塑 已经在往上做一个拉抬了 所以投资朋友 这是一个节奏 这是一个 所谓的 看准的趋势 我们买进去 一个字 等 滑融 滑融 买进去 小洗盘 我们坚持住了 等 喷出 等 喷出 所以这样的节奏抓稳了 抓对了 纵使面对修正 包括科学战警 我们还是看好 我们还是看好 所以昨天已经告诉你了 纵实话 拉上了 有耐心吗 今天开高又走低 你还有耐心吗 如果你有 你就是那一位 成功的 投资人 不是投机者 不是投机者 所以 如果你长期有看 陈锋的一个 股票 或者是说 陈锋在讲解 我时常告诉大家 大环境到底是什么 不是这K线 长得像什么 骑行 或者是说 M头WD 很少 会 但很少 我反而是注重 联准会 你到底想干嘛 拜登你想干嘛 台湾的政府 你想干嘛 当然都是为了 整个资本市场的 一个顺利的 一个运作 甚至是呢 好的公司 能够 把他的股价 越垫越高 就像我在 五月下旬 说过的 NVIDIA 当时说 他只有600块 现在也达到800块了 快要接近800块了 这就是什么 趋势 这就是 市场 已经提前 把这样的一个 强烈的一个科技股 能够做多的讯号呢 已经释放出来了 现在 就看 台湾的 外资 怎么接下 这一盘棋 怎么接下 这一盘棋 你要撤退 你就赶快滚蛋 你就赶快滚蛋 那要嘛 你就要拉 不然你绩效 绝对没有办法赢大盘 你没有办法一直在拉 航运啦 你没法抖啦 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就要这么讲 现在呢 玩的是什么 比气场 比 快 比 谁的眼光 精准 希望投资朋友 你都能够跟着陈锋 一起来 参与 台股 战略家的一个 股票操作 今天节目 就到这里 还没有加入我 LINE跟Telegram的 马上做一个加入 明天下午 我们同一时间 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望之 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 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